之前好多粉丝问我 为什么自己P图改字不管怎么做 都跟原图差别很大 一眼就能看出是后天加上去的 今天就分享一下 我在P图改字中 经常用到的一些效果预定及操作技巧 本次教程干货满满 没有任何技术细节的隐瞒 希望大家先点赞再继续观看 比如要把图中的小学改为高中 首先要打出跟被修改一样的字 来确定文字的字体跟大小 做到新加文字跟原文字能完全重合 吸取原图文字中最深的颜色 作为新文字颜色 虽然现在文字的字体大小颜色 跟原图中文字一致 但是一下还能看出根本就不一样 下面我们来做效果 首先能明显看到 原文字内部颜色是不均匀的 有一些较深的点 所以第一个效果 点击滤镜杂色 添加杂色 数量30 具体数值需要根据实际图片反复调整 第二 文字显示的不是那么全 有点被侵蚀的感觉 所以使用滤镜杂色中间值 一般半径1到2就可以 第三 感觉文字不是那么的横平竖直 有些扭曲 所以点击滤镜扭曲波纹 数量一般20到30即可 第四 原图文字边缘能看到有轻微的锯齿 点击滤镜风格化扩散 如果希望文字变粗 就选择变量优先 文字变细就选择变暗优先 第五 目前文字太生硬了 所以点击滤镜模糊高速模糊 一般数值都不需要很大 我这边0.8就可以 添加一点模糊效果 第六 原图中文字的边缘还有一圈白色 所以点击涂层面板底部的这个图标 选择外发光 颜色吸取原图文字边缘的颜色 适当调整扩展跟大小 第七 也能明显看出 原图中文字是有一些立体跟凸起效果的 所以再添加斜面跟浮雕效果 注意高光模式后面的颜色 也要吸取原图中的颜色 深度 大小 软化 可以调整浮雕的强度 角度调整阴影方向 再适当调整高光不透明度 跟阴影不透明度 现在文字颜色比原图的深 可以调整不透明度 设置一个合适的数值 让文字亮度和原图一致 最后如果感觉文字的颜色跟原图还是有区别 可以点击图像调整 色彩平衡 来对文字的颜色进行微调 因为文字应转化为智能对象 所以添加的滤镜也是智能滤镜 效果参数 也可以双击滤镜名称来再次修改 双击智能对象的缩裂图 可以打开文字编辑界面 输入需要修改的文字 Ctrl加S保存 关闭这个页面 内容就修改好了 最后用修补工具去掉原图上的文字 把做好的文字放到原文字的位置 这才算是大功告成 明明只修改两个字 如果这样做的像 可能需要添加七八个滤镜跟效果 所以PS如果这样做的好 注意的细节也是很多的 感觉视频给你有帮助 就点赞观众评论支持一下吧